大家好,都是做多条片,不去跑步 本日时日的爆炸性新闻 赵家延做工时爆了萧生 你见我前面用萧生,马英九先生,萧生 我不叫萧生,萧生当然大家都知道萧生 有点嘲讽,读尾他的音 萧生,因为要给尊敬,萧若元老师 其实也不是太意外,我也奇怪了 为何这几天,只是我说的 因为李韻核腾,点过几次名字 特别是提及一些人,法律 因为我说法律多,共贸原则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 将一个主谋,共贸者 其他人只要卷进去,就引起其他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想法等等 就不会逐个去证明他们的意图是怎样的了 当然他们会在自己的角度去尽量辨解 说我无意的,这样支持他 大家将会进入这个指控和答辩的一个循环里面 我们当然关心所有被告的福祉 特别是能够走,一个是一个 但是当然也不希望更多人被告 但如果已经离开了香港,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我前面就放了沈旭辉老师 我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其实已经提及他了 现在正在等候 因为他是负责功能组别的研讨会 搞了几次讨论会 厚轩说他都没有参与 应该是赵家言负责搞 功能组别很明显是更加比直选困难 根据欧力轩说 因为他们既然是功能组别 要对自己选人负责 在无差别否决 那就比较困难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 基本上就是不成案件 没有案件 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是不可行的 因为是不可行的 要控告几十人 那共产党就会很荒谬 但是他们真的在控告了 现在正在控告了 而我们的了解很现实 道理还是道理 法律还是法律 政治现实还是政治现实 中共的了解和国货 共产党就得下了解 这把量刃 出了剑 一倒剑出肇 剑血才能收回 会不会现在就这样算货 那些人坐了两年也会怎么办呢 有没有那么戏剧,再戏剧都不敢想就没有事 我都说能够一个个个角度 就算我的评论也是 要给大家一个立法律就是这样 当然是我的理解 我有资格,我不说谁说 萧生也有说 但他不是很懂法律 我说好些 也好像责无旁贷 所以说了几十集 刚刚到第四,四十集 跳出来先的,本来没有遇到的 今天因为下午突然看到萧生的名字 萧生的名字出现 而最近几天前提及蔡泽雄 民主动力的总共是黎径徽 离开了香港,所以还不在香港 法官竟然突然问 这个名字出现了 他似乎有份 为什么他不在 因为共谋原则 回到第一集 我就说得轻松 如果你听我也是 如果你不是,今集才插进来 这些东西我都说过 共谋原则就是 即是 在这件事里面有份 所以官员一直都很敏感地 突然间就问 但究竟现在看起来他是敏感 还是他多少知道 还有很多人名 随后是公冷的 你不要捐动再捐动再捐动觉得 给人人自发达 Wiki之后 那么就是 Евning 那些人就想一下究竟我和郭子控參加過有份的 是同貿共謀的人 如果你叫曼蕭先生你猜到共謀是誰呢 即是較為密切的人 就是阿快必 阿慢必 陳志全 講到陳志全前幾天才看到一片樂觀 因為現在他還有保釋 那麽因為阿奴隆堅說他不知道 由現任優勢他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結果他也是 講到他未必贊同 否定 我一度跌入樂觀的項目 但一變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蕭先生是撐助人民力量 雖然好像2014年之後喊喊比較 但他們不停又容易上去節目 又有朋友 可能背後也有贊助 但他們不需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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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大家的關係好 我們都知道 現在蕭先生原來是直接的 蕭先生也是這樣的時候 幸好說出來 尤其是阿慢必 陳志全卿 要想想想想如何答辯 所以官早幾天提醒 你不理想 說說這個是不是 又拆了一個出來 然後黎經輝又拆了出來 那你不放他在那個 控方的list 那裏 明明他有份 根據你的共謀詠者 他現在的定義很闊 即是他曾經問過周天恒和萬一豪 為何他是共謀者 因為他有收Whatsapp 有份提意見 他有份參與這件事 他不一定參選 那是對的 如果你說就是這樣參與 幫忙的 就是應該告賣 現在幾個主謀都沒有參選 即是大躍庭沒有參選 鍾錦麟沒有參選 這位歐樂軒沒有參選 還有趙家賢也沒有參選 現在作供這位 他們都被告了 其他那些 是吧 有守方守 有份贊助 蕭先生 是大躍的 那他們是不是應該 都連入那個被告的list 是吧 而 而 有兩樣事情 第一 你為何告過不告過呢 我又不知那個官 主動的了解這個問題 是甚麼理由 我真的不能夠假設 不肯定是他不知的 不肯定是他不知的 即是法庭程序 對面式 一方面是不斷引出資料 是吧 當然他看了那麼多資料 給我們看多N倍 可能他的心裏 已經有些 比如 有沒有已經先看了趙家賢的口供 我也不肯定 應該開頭那些文件 還是一直都拿出來 還是他 你也知道他不一定要看 是他不肯定的 還要控辯雙方 小圈子 很多時候也有封收到的 所以 究竟他是因為 覺得 你這樣安排這件案不妥 那麼多人捲進去 你只是控告這幾個 而且這幾個變了主謀 那這幾個接計 就不是主謀 而是幫忙 那要不就控告那個 除了戴躍庭之外 那些 那些是甚麼 那些全部維持了 但是不讓他走 那 那現在你又用一個叫做 共謀原則的概念 去覆蓋所有被告 是不是 那如果不用這個共謀原則呢 難一點的 因為你個別要證明他的 intention 那現在有了就方便了 就是我前幾天的評論都說 是悲觀的 現在 就是個個都中 是悲觀的 就是 包括 我最天真 我認識的 劉偉聰 那沒有辦法 就是 你不能夠說自己不知道 你看報紙也要的 你沒有理由參選 可能最終就是 可能很多人是得到這個緩刑 所以因為緩刑 預了可能緩刑 所以就給你們 要等審完才知道 可能中間又揭露更多 比完晚必就是了 突然間發覺你的大金主 原來這麼高度參與 你整個天真嬌 未必相信你了 到時你要努力點了 李韻騰說這件事 也都是 說要對被告公徒 知道誰是 如果沒有的 那就不關事了 工方引完就引完 歐鱗軒不可以叫 可能有特別情況 叫他出來補充 但他說的基本就是這樣 其餘不關他的事 現在照樣說就是功能組別 看來他說的一件事 第一天爆炸一件事 大家 烧山啊 原來烧山這麼好事 扮演中有這麼重要角色 我當然很緊張就看了幾個 僅有新聞報道 本來你知道01日沒有的 反而最遲 就是最詳盡的 未見有正式報道 當然也要看了 就是讀媒 法庭 我已經見到 明報做了圖的 圖呢 又多了些資訊 官是有問的 是吧 又是問蔡澤雄是否組織者之一 因為現在還沒有 因為問趙家儀 趙家儀呢 算是這樣 他說他認為他只是好心做大義工幫忙 只是大義工來的 區域會選擇 但是李韻騰就問了 他在WhatsApp的群組 在九龍東的群組是管理員來的 管理的WhatsApp Group 趙家儀都答得好 正如我回應各下所說 好心幫了大義工 其實我自己也是 我沒有什麼利益 我只是幫大耀廷 因為他在九龍東區域 他不幫助我幫 民主派的而且破 不是有利益的 很多時候你叫我幫忙 即是都說了 如果當日有人叫我幫忙 可能我都幫了忙 是很自然的 民主嘛 所以這些中原我們派是不同的 互相敵視 很多時候是是非非 私怨 但是你說在幫忙說民主的話 很少人會主動拒絕 包括蕭先生 所以都要給蕭先生 以我瞭解蕭先生 一向都行 公道地說 不過現在我覺得他 你現在看到發生的事 我評論是他應該自己說出來 還有其他人也是 很明顯的 還有其他人會跟著名字出現 我覺得會 因為一早就已經開始 他們有組織 組織起民調 除此組織起參選人 組織起工人組別參選人 搞完倒會 這是一個大坡石 他們也要組織一些媒體 所以蘋果肯定是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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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是有份 可以推定 所以我說堂堂正正 你在香港當然我不是叫你在香港 你堂堂正正 你已經走了 那你就自己講出歷史 不要等 特區政府 不要等共產黨去 去frame 一個框 去建構歷史故事 你自己講出來 是你解釋歷史 所以蕭先生希望他尽快 反正也是要豁出去 是不是他的儿子还在香港 不用怕的我们这么多人看着 罪不及妻宜 至于儿子欠钱的人没得说 你都明白香港还有少少法治 当然他怕的没得说 但现在也没想到结果赵家言 有些人说他会把他放出来 但我觉得赵家言说过历史出来 这么多 所以你说蕭先生有没有事 我不觉得他有事 怎样 有人问我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评论 名嘴有些钱 资助又怎样 同意地居直选功能准备登记 扩中 现在他是赞助 谁叫他有钱 你问我 我赞助 那时候很正常的 我们要搞些活动 韩伯伯你帮忙多少 多就没有了 一万多千也有 我责无旁态 退休伯伯没什么钱 捐了一些 捐了一些 做片 拍多两条片 出力 有钱出力 武力出力 钱就没有了 意思意思 一万多少 一人夹 一人夹 其实是好事 各位 你现在说到这里 经常说有英美势力 原来我们的英美势力 最大件事 不是英美势力 是萧尤元 萧尤元是本土 香港是一个附庸香港之子 原来萧尤元赞助他们有些活动 那我们就开心 不用紧张 我们不是跟中共的思维 如果跟中共的思维 这个反租乱港 我们不是 我们要还萧尤元公道 他做的事是一个正常香港人 热爱民主的香港人 应该做的事 一定要赞 给大家一个历史正确的观念 千万不要 我很多人都恨他 我有时都很恨他 但这一单还一单 这单他做得对 当然了 因此他很害怕 当时我都说过 爆发一下 他到处打电话叫人走 结果很多人先后走了 没有人留下抗支持 这个也是 为何我这么安定呢 因为黄堂七人没份 没份 没份 没有人认识我 我是之后才 不愿意 那关话通过才红几数 因为够牙策 够串 其他人各有前因 所以 我就奇怪一件事 你们如果是卷过去 或者帮过手 现在堂堂串 尤其是在海外 不要打算回来 或者你都不用怕 你相信我便不用怕 我迟早就取消国安派 一切就在那里 粉牌子抹去 算了 大家向前看 香港是需要团结的 有这样一天的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的民主信也有信心 对自己的香港人有信心 香港人团结也不会 因此 骂你是逃兵 虽然我骂过 但是假设你是 自己害怕 那些是逃兵 如果真的有事 那就再 不 比如钟建华 我很尊重他 国安上门谈了几次 是吧 给我我还是要支持的 国安来就说吵架他 公开说国安找我 但是他怕走 都是正常 正常都很重要 所以他继续骂 大家都支持这些 肖先生那些都不用我 不要抬车鞭了 支持肖先生 肖先生还有十几万人看 当然支持 我说叫你不支持 你也不支持 不说吵架他 叫人打针 要吵架他 一样还一样 支持民主做得很好 是吧 当初他好像帮 像杰斯一样 有组织 我肯定他就不要杰斯的财政 那么惹人争议 是吧 他应该就不至于这样 还了他有钱人 是吧 我看完这些新闻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任何 在我们的角度 他不对他们 我说肖先生绝对做得好 不要当他罪犯 是吧 当然他现在是受到压力 要走 所以应该给肖先生一个好的评价 他虽然是一个商人 有时候 当年一起跟他搞赌董 搞这些 有些社运界做生意 又搞全销 又卖化妆品 又像拍咸片 不妥的 那我说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我老爸 混歌 是吧 那我说 我了解 当时我了解的他 到现在也是 他既是一个商人 有时候很试困 很功利 很厉害 不过他也是一个读书人 读了这么多书 还忽然忽然民主 很多人忽然民主 当时 因为037之后 所以一起肯出来搞民主 因此而跟他碰头 我作为一个普通得狠的人 评论 嘴嘴嘴嘴嘴 罵人的人 那时候 受到冲击 一定要 起来 帮忙 才热心 在社运圈 本来我只是 写评论的人 到现在也是 19年也好 自己热心了 虽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那么萧生谁叫他的条件好吗 是吧 影响力大吗 自然个个都找上门 是不是 不是为何 赵家然说我去找他 他有提议 萧生提议 出招 这些似是萧生 指示功能组别 零售批发 飲食界 什么 林景南 进出口界 去那里抢几席就可以了 这些他比我更细心 我就是埋陀虾 这些 我立刻觉得 不行了 不会研究 他真的有研究 那些人 有什么人 那些界别 他也认识了 所以他曾经提过好意见 但现在究竟 为什么突然提出了 这个我才觉得有些问题 赵家然你不说他也没有事 就算说他就跟国安说 在法庭里说出来是有特别意思的 是吧 你知道哪个吃过饭 哪个聊天 我相信他不用问你 他知道 我们一般人不当是一种秘密 人传人大家知道 人的关系等等 国安掌握了 没所谓 掌握不掌握 只不过是 现在究竟他想玩这件事 老共想玩这件事 玩到哪里 现在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你老共究竟想怎样 我觉得现在连年萧生都被握了出来 那又怎样 他去了 你不让他回来吗 他要回来冒险 他不想回来 这世纪不回来 他继续有影响力 还是华人世界强力 广东话世界里是强力的KOL 你不要得罪的 你不要得罪萧生 萧生不是按摩 那些影响力 是吧 你採我又行 不採我又行 你当然是选择不採我 我都安心 但是你採上来 我都採你不掌 但是萧生你不可以得罪他 所以呢 最好讲清楚 不在列表上 全部都没事 是吧 即是不告那些 要是告不告都是律政事的 那当然你的官 你这些都不告 有份那些 一起订择那些 这个不告 那个不告 那现在只要告这几个 要我告 那好像不公道 我做法官 是吧 所以他才 我觉得 就是因此 突然间 那个法官 李运腾 很关心 为什么这么多人 那些职业病来的 明明你跟着法律的定义 那些人都有份 但是你就没有放他在列表上 又都没有吹捕他 没有通緝他 但是你其他人一起做事 你就选了几个人来高 那你 就是控方 那做法 好像不是很适合 到时候 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我就不知道 是吧 现在还是为事上早 好了 这条片都吹了很久 因为萧生的关系 萧生没事的 放心 大家 因为他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 多谢萧生 要多谢 他曾经做过这些事 也要多谢 是吧 希望他爆多些出来 要吊杀这班官 要吊杀这些警方官 不要这么客气 我见他都叫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好像都颇为客气 近来也是 不要 你已经是被告之一 你吊杀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